大家好,我是POWSY 今天来开箱来自MINISFOREN的迷你主机U820 这网机器最大的亮点就是可以装黑苹果 它的EFI文件是由黑国小兵大佬拎制的 目前已经接近网上并且放在了Github上面 我们先来开箱看一下里面的东西 一本说明书 电脑主机本身 下面还有一个12V 3.42A的电源适配器 它的接口是Type-C的 一条HDMI线 以及一个显示器支架 接着来看一下机器上面的接口 一个Type-C接口 可以输出4K60Hz的画面 两个USB 3.0 一个3.5mm耳机接口 电源键和复位键 最左边这个是麦克风 然后来看一下背面 两个USB 3.1 DP接口 HDMI接口 千兆网口 2.5G网口 Type-C电源接口 下面还有一个电脑安全锁 侧面这里还有一排散热孔 底部也有散热孔 将4颗螺丝拧下来后 可以拆开盖子看到里面的风扇 上面的盖子也可以轻松取下来 这里面可以添加2块2.5英寸的硬盘 拧开螺丝可以取出硬盘架 这边有一块金士顿的N.2固态硬盘 这个是英特尔的AS200无线网卡 然后还有两条DDR4的内存条 硬件部分的介绍就到这里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来装系统吧 待会需要用到的文件和应用 我都会把它们放到网旁里 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简介中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个U盘和一台电脑 将MacOS镜像下载到电脑 然后使用Edge将它写入到U盘中 这里的镜像是从A国小兵大佬的博客下载的 完成后使用EscGenius来查看U盘中的文件 如果这里没显示U盘的话 可以先将U盘拔下来重新插 点击U盘里面的EFI分区 可以看到一个EFI文件夹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替换这个文件夹 可以到Github下载最新的U820 EFI 当然我也会把这个放到网旁里 方便一些没有办法访问Github的朋友 将压缩包里面的EFI文件夹解压出来 然后回到这边将EFI文件夹改个名字 再将新的EFI拖进来 这样U盘就准备好了 接着将U盘插到机器上 再连接好键盘和鼠标 开机后按Delete键来进入BIOS 需要把里面的Security Boot Control关闭 然后进入Boot菜单里面的EFI 在这里按F5 F6可以调整启动顺序 把U盘改为第一个就行 然后再按F4保存退出就行 机器会自动重启然后进入Clover 选择这个进入U盘耐心等待一会儿 就可以来到苹果的安装界面 选择磁盘工具 选中硬盘 点击抹掉 也就是给硬盘格式化一下 这样硬盘里的所有文件都会没了 如果有重要的文件 记得先备份 然后再来安装 选择刚才的硬盘 这个过程机器会重启好几次 让它重启后进入Clover 如果有Polyboot就选择它 出现这个启动失败的提示 也不用担心 按一下回车就行 同样再选择Polyboot 等到系统装好 它自动进入到第一次的试制 这里根据自己的喜好试制就行 此时系统我们就已经装好了 目前EFI已经接近网上 核显可以正确识别 WiFi可以连接 耳机HDMI音频输出都可以驱动 显示器 储存空间 内存 这些都没问题 两个签在网口也都可以使用 不过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 系统拖离U旁就没办法启动 因为EFI文件夹在U旁中 我们现在得把它移到硬盘中 需要用到Clover Configurator这个应用 可以自己到网上下载 当然我也会放一份到网旁中 打开后点击挂载分区 然后挂载U旁中的EFI分区 之后点击桌面的EFI 将EFI文件夹复制出来 再卸载分区 以及拔掉U旁 接着挂载硬盘的EFI分区 打开里面的EFI文件夹 将这两个文件夹复制进去就可以了 这时就不需要U旁也能启动了 然后我们来测一下它的使用表现 先来看一下硬盘 由于固态硬盘走的是PCIe协议 所以它的读写速度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我发现无线网卡AX200 在黑苹果里面没法连接上WiFi6的路由器 在Windows中是可以连接的 于是我在小米路由器中打开WiFi5兼容模式 就可以连接上了 然后通过它访问搭建在NAS里的测速应用 实测可以跑满千兆 再来看一下它的播放性能 先来看一下本地的4K高码率视频 再来看一下在线的4K 都是没什么问题 然后我也装了Steam来测一下游戏性能 但是我的游戏库里面支持Mac的游戏 只有两款都可以流畅的游王 这个古墓丽营9是在1080p分辨率下运行的 再来看一下苹果系统独有的两款应用 首先是剪辑软件Final Cut Pro X 我这里使用的素材是4K H265的 直接拖进时间线不需要游战 可以流畅的预览和播放 那么这台机器用来剪辑应该是可以的 再来看一下Xcode 这是用来给iPhone iPad开发应用的开发工具 这个要求并不高 所以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 在这些过程中我也有观察它的功耗 平时用来看视频 看网页这些简单工作时 功耗在12W左右 打游戏时在50W左右 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最后希望看到这里的你可以帮我的视频点个赞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